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理不能有丝毫偏颇 提出你的质疑 给你一个发声的平台 让思想实现交锋 能说会道的人很多 真正思考的能有几个 坚定立场 透过表象见证真相 有话直说 有言计论 当思想实现对垒 当真锋得以相对 提出你的质疑 亮出你的思想 给你一个发声的平台 不好意思啊 这马上开始了咱们的 你这什么情况又来了 哎呀 我那个不小心挂了一趟车 又着急啊 事儿越多 我就说你这些新手啊 真不靠谱 别急忙活也有事 你看 我正看了一段视频 这叫 这一期不靠谱的女司机 这一期不靠谱的女司机 我现在就わ组和我们行 我自己去 필胃 再回答 我的经常 第一位 我实在是 你得了 我今年 我去 叫小看 按住 你 看 你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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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今天節目的一開場 就讓我們有點驚心動魄的感覺 我必須現在馬上平復一下 做做深呼吸 好 歡迎各位收看 我們今天熱氣十二的周末版 我是盛春 其實今天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說了一句不太靠譜的話 我說這個不靠譜的女司機 我相信此時此刻 電視機前的很多觀眾 已經準備好了什麼手指 什麼拖鞋往電視機上扔 幹嘛說那麼遠的事 我這已經拖下高跟鞋了 真的 歧視我 盛春 你得這麼想 有人給你扔紙團 扔所謂高跟鞋的時候 一定還有相當部分的男同事 在給你點贊 沒錯 就是你 但我想高跟鞋一般我們觀眾不會扔 你以為我們觀眾傻 砸自己家電視他們也不幹 回過頭來 我們說一說關於女司機的事 其實這句話早在很久以前 我有一次採訪一個女飛行員的時候 我曾經問過 我說人家都說這個女司機開車比較肉 這女飛行員開飛機肉不肉 你知道人家怎麼回答我的 人家就把你放上了飛機 沒有 人家說 誰說女司機開車肉 我覺得男司機開車踩肉呢 那是因為他拿飛機和汽車比 他真的是對你很客氣 如果我直接把你請上飛機 直接給你拉升起來 你們兩下壓腰火 來 今天我們兩位嘉賓 我給大家介紹一個吳學蘭女士 一個是白羽 男司機 女司機都有了 你們怎麼看人們說 這個女司機不靠谷的事 很簡單 性別歧視 女司機的的確小寡蹭 或者說比較奇葩的事 除的多了一點 所以他從新聞傳播的角度 就更新眼球 傳播力光 學蘭的意思就是 媒體放大了女性司機這個特點 一出事說又是女的 就馬上加上 女司機怎麼樣怎樣 是吧 我覺得簡直就是謬論 假設真的女司機出的事故 都是小事故 概率也小的話 那憑什麼就會被無限制的放大 那些重大的事故就不放大嗎 我們在電視 廣播各種媒體上面 看到的重大的事故 都在那擺著的 這才是謬論 你覺得為什麼女性司機會飽受併購呢 我覺得第一 我們都知道 女性司機她對於技術 特別是手動 腳動 手眼協調 真的可能是要稍差一些 第二 她沒有方向感 你發現了沒有 你坐很多女同胞的車的時候 你跟她說 咱今天往南走 過第二個紅綠燈以後 咱們再往西拐 第三個紅綠燈以後 咱們再掉個頭 然後就到了目的地了 你發現這女司機開車以後 能把我坐在副駕駛上的這個人 繞迷走嗎 來 回過頭來 說到這個方位感 我們現場做一個測試 兩位 一個男司機 一個女司機 現在我們也不試試沒窗戈 這窗戈是假的 兩位判斷一下北在哪 好 徐蘭賢說 為什麼 女士優先 不要這個時候顯得特別彬彬有力 剛才你那著頭別人 我說三二一 兩位同時說 好吧 北在哪 三 二 一 你倆正好背道而出 南園北轍 好 來 我們來問一下 真正的北在哪 我也不知道 你暴露了 我覺得北應該在這邊 那你和他一樣 不是 你看 我們中央電視台演播室的位置 是在北京的東三環北路 光華橋的西北角 我們這個房間是坐南朝北的 所以其實是坐北朝南的 所以我剛才我指我的這個背向 徐蘭你可以再給一次機會補充一下 女司機 你覺得有哪些不公的地方 你比如說 他剛才提到了一個視覺空間感 有個專有名詞叫視覺空間感 就是說看一個東西 我看到的它的角度和你倆是不一樣的 你們倆看到的要更廣一些 也就是說從在短時間駕車的時候 你們可能比我更眼觀六路 耳聽八方 我從生理角度說 就是男女各有特徵 比如說男司機空間感好 但女司機他更加小心謹慎 所以真的我是看過了一些國家的數據顯示 重大交通事故 的確是女司機出的率反而低一些 但是小的寡測和一些奇葩的事情 女司機出的多 這奇葩怎麼講 大家有沒有記得 就去年底武漢出了一個什麼事 在這個鬧事街口有個女司機 突然間停車了 不當不正的 後面車紛紛追尾 怎麼回事 他說我看見是紅燈啊 結果一看是什麼呀 是一猴子的紅屁股 就是從今咱們看過那個麥管 它真不是笑話 在現實中我都真出現了 真實發生了 2017年12月就發生在武漢的街頭 我沒想到 我以為學嵐啊 你所有的例證會證明女司機 架水很強 沒想到你真的跟我們舉了一個反應的例子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這還是我的第二個論點 就是女司機呢 為什麼她把猴子的屁股就能看成了 因為女司機在開車的過程中 也是科研 也是一些數據分析 她特別依賴於外界的一些 比如說信號燈 比如說指示牌 比如說導航 所以她駕駛起來 其實那不像男司機 更專注於自己對這條道路的判斷 所以生理角度 女司機的的確確有些確切 白雨我覺得你完全不用再補充了 因為接下來我還要給你提供一條信息 可能繼續是真實白雨的觀點的 就是說在浙江省發生了一件真實的事情 請一位女司機連闖了三個紅燈 這是為什麼我們去看一下 這段路面監控 截取自浙江省領海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隊尋橋中隊 監控中一輛黑色小轎車 從領海市沿江鎮前高村 駛向大洋路 據警方測算 時速達到70公里每小時 令警方感到奇怪的是 這位車主竟然在闖過一個紅燈後 在不遠的紅綠燈處 又連闖了兩個紅燈 我們也很納悶 有什麼事情讓他連闖三個呢 一般情況下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司機顯然嚴重違反了交規 警方根據監控錄像 很快跟蹤到了這輛黑色轎車的行蹤 並據此獲得了車主信息 好 躲完片過後 繼續回到我們演幕式當中 兩位碰撞火藥味還消音非散 來 我們再來判斷一下 剛才這個女司機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 兩位來說說自己的想法 我們先猜測一下 我覺得比如說她身體不是特別好 然後吃了一些感冒藥 或者說失戀了 然後喝了點酒 然後就在路上連闖紅燈 酒駕或者是藥物效果 對 我覺得是 您為什麼那麼理解她 因為據正常的話 不太會闖一串紅燈 你比如有的時候 連闖撒 不小心 對吧 不小心闖了一個紅燈 自己會嚇一跳 待會可千萬小心了 別再闖了 因為闖紅燈很危險 她竟然連闖撒 我覺得肯定是事出有因 這是徐蘭的判斷 白羽 您呢 我覺得她的判斷 總是基於假冒的理性 實際上我覺得真正的理性 應該是更屬於男性的 你比如說假設一下 我們在什麼情況下會去闖紅燈 第一 沒有監控攝像頭的情況下 第二 沒有警察的情況之下 第三 我的車好 我不用踩那一腳刹車 我能衝過去 等一下 我舉報 等一下 等一下 她有犯法 第一 沒有攝像頭監控的情況下 這是鑽控的犯法 對 接下來 第二 沒有警察現場抓 還是犯法 沒有警察現場抓 我怎麼就覺得你不像好人呢 沒錯 你舉這幾個例子 都不像一個守法的人做的事 但是闖紅燈 它就是不是守法的事 所以既然是猜 首先她的第一個前提是 她一定是違反了交通法律法規的 第二 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就去判斷 各種可能性 還是我善良 我給她找出了很多理由 還多少可以原諒 但並不能夠原諒她違法的行為 你不善良 這個是對的 結果是對的 兩位各有各的判斷 接下來我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警察找到了這位女司機 不但沒有罰她 還去除了闖三次紅燈的違章記錄 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去關注一下 2017年7月12日 凌晨天還沒有亮 街上還是一片漆黑 就在人們還在夢鄉的時候 沿江前高橋頭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輛大貨車正有紅燈轉為綠燈的時候 開始起步 右側突然出現一輛二輪摩托車 結果大貨車來不及煞車碾壓了上去 事故現場一輛摩托車已嚴重損毀 對 傷員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他們說就來了很多車就沒人送 我說沒關係我來送 這就是前面牽絲視頻中 連闖三個紅燈的女司機 當天她因為身體不舒服趕著去醫院 途中遇到了這起交通事故 受傷了 120打了嗎 打過了 110打了嗎 打了 朱美麗了解到 急救車從這條擁堵的道路趕過來 還要大約40分鐘的時間 那樣的話 很有可能要耽搁傷者的傷情 朱美麗來不及多想 載著傷者立即趕往醫院 我小姐妹的膽比較小 那個傷者有點在神奇 她說那它都是血 等會把我們車子搞得很臟 我會很害怕的 開到隧道的時候 然後看著很黑 我說美麗你怎麼不開燈呢 她說我開著 我說我怎麼沒看到呢 她說你自己戴了墨鏡 等於說瞎了 根本不知道了 就是說 可令她沒有想到的是 越是情況緊迫 一路上越是紅燈不斷 見車上的傷者傷情垂危 朱美麗請起之下 連闖了三個紅燈 剛好有個警車它要左轉 它前面有紅燈的時候 第一個路口的時候 它是停下來等紅燈的 我感覺這樣太浪費時間了 我就超過去了 儘管朱美麗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可傷者仍因搶救不效 不行申亡 警方事後經過了解 對朱美麗闖紅燈的行為 進行了酌情處理 對這三次闖紅燈行為呢 給予了消除 沒有上船上去 我們覺得 建議用違者應該值得尊重 朱美麗的異曲 雖然得到了 傷者家屬及警方的肯定 但她救人的方式 還是遭到很多人的質疑 群眾也對警方 消除其違章記錄的做法 表達出了不同的意見 短片過後呢 回到我們演幕室當中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坐在我對面的 就是剛才短片當中的 那個連闖三個紅燈的 朱美麗 歡迎你 你好 朱美麗女士 雖然在短片當中 連闖三個紅燈 但是我要介紹你的 首先還是應該 比對你的當時表現的 這個英勇一舉 表示一種敬意 我相信之後 各種媒體網絡的評論 你已經聽了很多很多了 那你也不在乎 再聽一聽兩位的評論吧 不在乎 好 你們兩位怎麼看 朱美麗女士呢 當時是為了救人才圍得章 那有人問了 救人就可以圍章嗎 兩位 我確實覺得這個問題 特別糾結 從道德層面上 生命是高於一切的 是吧 所以呢 你為了救人 似乎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從法律上講呢 不是說所有的車輛 為了救人都可以去違章 因為你看 比如說你連闖三個紅燈 你有可能會造成 其他車輛的 另外一些交通事故 那你本來是一個 非常善良的初衷 對吧 咱們好事就辦壞了 所以從道德層面 和法律層面 我覺得是有一些 這個碰撞的 但是不管怎麼著 我真的是對您 表示出我的敬意 你看 剛才我們的男評論員 也對我們的女司機 是有各種的不支持不理解的行為 但有您這樣的女司機 估計她也得表示敬意 學藍不用再瞄了 你剛才在評論她的時候 朱美麗特意喝了一口水 壓壓驚 學藍的意思就是說 那我們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可以因為救人而違章 這會不會有人 就會藉機打著救人的旗號而違章呢 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後果 好 白玉你怎麼看 我是覺得朱女士坐在這兒以後 學藍馬上就趕了風頭了 然後我就不太敢說話了 但是我還是得說一句 我覺得這種冒險救人的行為 我個人是不太支持的 因為剛才其實學藍也談到了 假設在這個 創紅燈的過程當中 不說傷了別人 假如真是又傷了自己和自己 車上拉著的這個需要急救的人 那可能這個結果 是我們誰都沒有辦法承擔的 當然您的這種心意 我們特別地受震撼 特別地感動 是吧 在馬路上很少有這樣的說 見義勇為 我馬上拉著一個需要急救的病人 去醫院 但是我在想 假如說 我們說生命為大 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我們在保障 生命的前提之下 能不能夠換一種方法 既能夠保障病人的安全 也能夠保障 像您這樣的駕駛員的安全 比如說我們馬上在現場 來撥打這個急救的電話 因為有的時候這個傷員 它躺在地上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原因 如果我們自己把它扶起來 也有可能造成很難以挽回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後果 意外的傷害 我不知道您當時有沒有做過 這樣的一些思想上的鬥爭和糾結 您怎麼做出這個決定 實際當時的情況 讓你們一點點思想去 其他都沒有 因為我是這條路很熟悉 從領海到這個地方的救護車 至少的半個小時以上 可能獲得多一分鐘 可以早一分鐘獲救的機會 其他一點思考都沒有 你腦子裡想的 有沒有想過這個闖紅燈之後的後果 沒有關係的 我大不了去學習一個星期 甚至更嚴重的 這種連續的闖紅燈 有可能讓你12分全部扣掉 要重新進班去學習 來年才能取得駕照 你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 去救這個人 我當時沒有想過這麼多 就是說生命和規矩之間 當規矩跟生命衝突的時候 應該是以生命為線 那我要問朱美麗最後一個問題 聽說你類似的這樣的救人的事情 還不止一次 在這過程當中 有沒有被人誤解的 有的 有很多次誤解 在我們當地的一個中心醫院的時候 我把一個殘疾的女的司機 送到醫院去的時候 她們的家人改得比較快 就在邊上就改過來 就是拳頭伸過來就擋我 沒說話就要動手 那你看看 剛才從這個故事我們知道了 這個救人呢 除了要冒著違章的危險 同時呢 還有冒著被人誤解的這個風險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一個類似的這樣的故事 近幾年 救人 反被誤陷的案件頻發 河南陸陽 小伙將摔倒老人扶起反被誤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四川 三名小學生扶起老人後 被說成是撞倒老人的元凶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誤解 面對可能發生的誤會 應該如何處理呢 好 短片過後再次回到我們演播室當中 好 在春晚上我們就曾經看過類似的這種小品 救人 反被誤 可能這個話題有點老生常談了 但是今天我們既然聊到了這個話題 還是要提一下 假如兩位在生活當中真的碰到了這樣的事情 你們怎麼面對 一定是要先救人的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會被敲詐 會不會被讹 我覺得這是後面需要解決的問題 但第一步一定是救人 那救人之後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我們頭上都是有攝像頭的 而且除了天眼在看以外 我們周圍一定還有群眾會看到的 深正不怕影子邪 那麼最後如果你真的是這樣沒有良心的話 我覺得一定會有一個公平公正的解決的辦法的 而不是說我因為擔心會被扼詐而不去救人 我覺得這就本魔導致了 好 首先我覺得白宇她的判斷就是 這個生命和這個衝突之間一定是選擇生命的 救人為主 那好了 我必須得追加一個問題 就這個地方 你說的那些所有的保護 見證人 攝像頭通通沒有 可能你就要承擔著被誤會的風險 這個時候你該怎麼做 或者有什麼自己的補救措施 其實如果是開車的話 現在車上都有影像的記錄儀 對吧 都是隨時在記錄這個車內 和車這個周邊的情況的 大家把它打開 那麼我們就可以去來救人了 我覺得這個很簡單 我應該說是自我的保護措施 你是說打開自己車上的攝像頭 如果有的話沒有呢 沒有的話也要救人 先把人救了再說 我說保護措施 其實我沒有想到有什麼更好的措施 但是我覺得包括剛才看到 這個朱女士的這種善意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出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決定 可能如果任何一個人在那個現場的話 他不會去考慮太多的 真的是要第一位 就是救人 救完人以後 說我當時還在想 說我是不是得怎麼先保護自己 你現在在問我這個問題 我可能都沒有一個特別好的答案 徐嵐 如果是你呢 如果是我給白雨補充一點 因為的確 比如說我的車裡就沒有這個行車記錄儀 但是呢 太多的新聞事件提醒我們 有的時候還是要採訊一些 沒錯 所以手機其實稍微地進行一個攝像 然後簡單地陳述一下時間地點事情 非常短 大概30秒 我們就夠了 但是這個事情以後來處理起來就好一些 但和它保持高度一致的就是 一定要救人 因為我和美麗其實性格挺像的 我覺得我是有一些這種狹義心腸的 以前也做過救人 然後當然不是開車 就是幫助人之後被讹的事 但是就像白雨說的 如果你不去救那個人 你不做這件事 你首先過不了自己良心這一關 我記得2015年 廣西南寧有一個電台的女主持人 她呢是在過一個隧道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摩托車出車禍了 挺慘烈的 然後呢她就下去救了 當然車上還有其他的一些朋友 然後呢 沒想到當這個急救車來了之後 這個被救的人啊 是個酒駕 突然清醒過來了 就趴到她的車這前引擎盖上 就各種耍賴 就是說她要撞的 對 就是你撞的 對 後來呢 她也是幸好因為 也有一些錄影資料 然後包括行車記錄語 證明了自己的一個清白 但是她還是非常委屈 她說內心實在是覺得 為什麼有這樣的人 明明白白你自己喝多了 引發了事故 所以我要說的是 就是當然我們人性啊 這個最初的出發點都是善良的 可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確實有類似剛才學蘭說過的事情 還有碰瓷的 就是你讓這個司機 怎麼來判斷這些事情 我覺得可能這個攝像椅 也是一方面 手機呢即時記錄當時的影像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這個話題我們就聊的事 還是回到這個女司機 這個技術到底如何 這個話題上 接下來呢 我要給各位介紹一個 這個女司機當中的 不用說女司機 司機當中技術的高手 來我們通過短面具看一下 我是李克 我曾經是一個職業摩托車賽車手 我創辦了中國第一 這也是唯一一支參賽的 女子摩托車賽車隊 其實很多人是誤解的 因為北京流傳過一句話 就是要想死的快就玩一腳踹 對吧 認為摩托車極為危險的 分兩撥人 第一撥人是根本就不起車的人 第二撥人呢是所謂的野路子 就是自己自選成才 或者說有一些朋友去帶一帶他 然後在街上出過事 然後他認為這個東西非常危險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這是非常理解的 因為在你不了解的這個情況下 確實危險程度非常高 在培訓女學員時 為了將危險程度降低 李克決定將車換成多點保護的方式 即使學員出現翻車的情況 身上的安全帶也可以保護學員 不會受傷 即使是新手女司機 也可以在安全的情況下 體驗駕駛的樂趣 他們都說摩托車運動這麼危險 你們為什麼還能堅持 你們受傷 多苦啊 我說因為獲得的幸福 肯定大於痛苦 人又不傻 對吧 他肯定選擇快樂的事情 我說這可以吹一輩子牛的事 為什麼不 好 短片過後 回到演幕室當中 大家已經發現了 這位職業的賽車手李赫 就坐在我的對面 而且特別強調 她是摩托車的賽車手 李赫 剛才我們的發言 我們的評論 你也都聽到了 是 你怎麼看別人 對這個女司機 不屑一顧的這種態度 其實一開始 我還是挺不喜歡這種詞的 因為我覺得 有很多都是在媒體上過度的放大 所以我覺得 其實是應該在整個的 道路安全的這種 普遍的這種教育是不夠的 所以有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開車的過程當中 一個是沒有一個專業的機構 或者非常系統的這種教案 來告訴大家 我們怎麼在這個道路上行駛 再加上我們現在考車本 聽說是越來越難 但是我也沒有發現 這個司機的水平逐漸提高 這個我是沒有發現的 我個人感覺我們的下校 可能更多的是教技術 而很少去教汽車文明 其實我是覺得 不管是怎麼教 就是我們的教程上面 我覺得還是很豐滿的 但是現實卻顯得很骨感 我們在這個道路上面 我是屬於這種 會加速病道的這種 但是我就會發現 有一些在城市當中很擁擠 假如說這個人 把車開到我的前邊了 那麼好了 有可能在接下來的 一串的車隊裡面 那麼這個車 就再也沒有辦法 正常地往前行駛 所以這個就是先行權的問題 就是在其他的國家 它會有一輛一輛這樣 來錯開的行為 拉面式 對 然後包括如果確實走錯路的 作為我來講 我有能力插進去 我也一般來講 我會搖下窗戶來 我會打一個招呼 我說對不起 對不起 對我一定會這樣做的 我一定會這樣做的 一個文化特色 就是中國人的司機 是基本上不看燈的 但是你想併線的時候 把車搖下來 你伸個大拇指說 讓我過一下 拜託了 一般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會讓你過 OK 談到這個話題 我們這個同步直播的 網絡的網友 他們聊得也非常熱鬧 那邊都吵起來了 我們趕緊請出我們今天的 網絡主持人十二級 歡迎 好的 我來了 怎麼樣 網友都吵翻天了嗎 網友的爭議就是說 女性同事先說一個吧 說大家還是其實也承認 自己在開車方面 稍微有一點點弱 比方說方向感不太好 然後也有點膽小 所以說就問 那我還有沒有可能像你一樣 成為一名優秀的女司機 然後能夠 甚至成為一個優秀的賽車手呢 我覺得 因為有很多下意識的 對自己的這種引導 就是潛意識對自己的引導 也很重要 因為有很多人告訴你不行 你持續地告訴自己不行 那麼也許你做很多事情 真的是不行 心理暗示 對 然後我們網友的 男同胞們也提出了相關的問題 就是說你看 我天天在家裡開車 然後接孩子送媳婦的那種 我多麼希望我老婆 能跟李老師這樣 就是說成為一名優秀的司機 她可以輕鬆一點 這事好辦 就是我們從此 再也不去併購女車手的問題的時候 鼓勵女車手多上路 這不就解決了嗎 這個不是說我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如果在家庭當中 會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就是如果女同志自己出門的話 她會選擇自己開車 一旦是兩口子一起出門 如果這個女生 還是這個這個這個 不是特別主動的 我有駕駛慾望的話 大多數都是男同志開車 這是什麼嗎 這是家裡 在家外邊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因為如果我開車 你坐在旁邊 其實坐在副駕駛 會覺得特別危險 從駕駛這個位置看 並沒有那麼危險 然後這個男同志 就不停地叨叨我們 讓我們反而開不好車 所以還不是讓你開 但其實女同志 要是坐在副駕駛 也不停地叨叨男同志 這也正常 幾位說到這兒 又說到一個點子上了 就是開車的時候 副駕駛承擔的角色 一定不能叨的 就是她開得再差 你也不能再給她添亂 因為她已經注意力不夠用了 所以我這句話 一定要再隆重地說一遍 一定提醒我們電視機前的 乘車者 如果你坐在副駕駛的時候 一定不要話多 好吧 OK 繼續還有其他問題 沒有了 所以說剛剛我們就給男性觀眾 提了一個好辦法 就是說 最起碼你要多鼓勵你的妻子 好 謝謝 謝謝 很多人都說 在城市當中 尤其是大城市當中 開車確實太難了 好在我們現在 汽車技術不斷地改進 已經有了導航 有了自動檔等等等等 還有人說 有一種新的技術 馬上就要面試了 就是智能駕駛 來 我們去看一下 隨著人工智能的不斷發展 人們越來越多地 開始關注智能車領域 毫無疑問 人工智能車將極大的方便 人們的交通出行 智能車獨特的無人駕駛系統 與自動識別障礙系統 在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方面 將更加智能化 前方障礙識別 自動開車 自動駁車系統 更方便女性在駕駛方面的需求 在應急事件的處理方面 對於女性駕駛員 和對駕駛技術不熟悉的新手 人工智能車或許能夠 有效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 智能駕駛這個話題有點意思 學郎應該特別感興趣吧 又有性別歧視了 沒有 其實我倆都感興趣 倆都感興趣 我不感興趣 我覺得機械駕駛很有樂趣 好 兩位說說 我覺得好就好在 除了他說的有樂趣的 機械駕駛之外 你還多一種選擇 因為我們身體情況是變的 比如說我今天特別狀態很好 就像李赫一樣 我開車是一種享受 我是一種放空 聽著歌 迎著陽光 但是比如說今天非常累 或者說路況太堵了 然後這個腿已經踩麻了 如果有無人駕駛 或者說智能駕駛 就一句話 回家就自己開了 對 我就輕鬆了 所以我多一種選擇 何樂而不為呢 但是我是屬於選擇那種 機械有樂趣的那種 好像駕駛車輛 是一個很有樂趣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把我的樂趣剝奪了 讓我坐在一個 類似於房間的空間裡頭 跟他說我去國貿 然後他就走 那我還有什麼用 其實我說的這個 我不代表小我 而代表一個大我 我們就智能駕駛來說 確實可能會給人類 帶來很大的幫助 我前兩天在媒體上 看過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說20年之後 就不允許人類自己開車了 白宇的駕駛樂趣 徹底被剝奪了 但確確實實 你剛才說到的 未來無人駕駛 是一個大的趨勢 你看咱們北京市 對這種無人駕駛機車 已經開始入市了 以前我們知道 李彥宏 無人駕駛之後 是接了罰單了 但往往接了罰單之後 確實離這個汽車上市 也就不遠了 所以去年底的時候 北京市有了一個規則 當然在全國北京 也是走在前頭了 但隨著北京有了這個動作 像全國可能都要考慮 畢竟無人駕駛 現在全世界都是一種趨勢 我們中國 在無人駕駛方面也好 在其他AI方面也好 我們不能落在後面 所以這的的確就白雨 有一天可能你真的 換一點其他樂趣了 可能是你自己手動打 或者自己開吃 只能在某一個特定的 在汽車公園裡進行 那就是電子遊戲廳 對 回過頭來 今天我們聊了這麼多 這個女司機好 女司機不好 女司機弱女 男司機強等等這些話題 到底有沒有真正理性的數據分析 來 我們通過短片去看一下 成都女司機撞飛三個孩子的新聞 已經媒體報道和網絡傳播 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不少人再次把目光集中在了女司機身上 不過也有一些網友理智回應 事故的發生與性別無關 而從以往的數據來看 女司機也確實不都是馬路殺手 保險理賠大數據顯示 女司機十次事故殺傷力相當於男司機的9次 事故造成人員傷亡的概率 女司機比男司機低29% 在終生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的人當中 男性占到了99% 女性只占1% 這是因為女司機心細 睡眠充足 寄安全帶不超速 這些良好的駕駛習慣 讓女司機出現危險的概率 比男司機要小 不過專家也表示 身體條件上的差異 確實會對駕駛產生一些影響 摩擦摩擦 死魔鬼的步伐 老司機敢帶我 自由的飛翔 老司機敢帶我 今兒吧就是爽 女司機中 新手女司機的肇事率佔42% 死亡事故更是高達50% 年輕女司機造成死亡事故的比例 是中年女司機和男司機的三倍多 所以女新手危險 這個標誌很可能並不是一種謙虛 這是因為女新手 在應變判斷能力方面存在不足 容易把油門當成刹車 遇到突發情況特別容易慌亂 好了 剛才看過了之後 我相信電視機前 那些說女司機如何如何不好的人 這時候都有點害羞的感覺 白宇你怎麼看 我不害羞 實際上我是覺得 剛才我們談到駕駛文化的時候 我特別想說的就是 我們男司機真的是要 要把這個開車的這個權力 多給一些女司機 那麼我覺得不管是男司機還是女司機 都必須要經過駕駛學校的 真的專業的培訓 我們要給駕校的老師們 也提一提建議 一定要做得好一點 再把他們放到馬路上邊來 第二個就是自己在路上邊 一定要認真的 你要感受這個道路和你的這種契合感 而不是愣愣地去開車 只有這樣才能夠最終變成老司機 是的 其實我想說 可能還有一些電視機顯得男司機不服 說你這個數據有問題 你的統計基數是有問題 男性男女比例是存在問題的 我們不去說他這個統計的到底科不科學 我只告訴大家 這是女編導做的節目 結果學來 女評論員在結個委 其實有自信的人是最有好狀態的 所以為什麼女司機開不好車呢 比如說李鶴 比如說我 都是非常好的女司機 所以女司機一定要記住 我們可以的 你看 重大交通事故 即便都是男司機造成的 恰恰證明了 男司機是能夠承擔 重大疾難險中駕駛任務的 女司機幹不了太大的事 對 白玉 開個小車 白玉 我覺得你今天特別危險 我會進攻他 你早抽演過 是女性對你的粉絲馬上掉粉 我是想告訴女同胞們 駕駛技術不如別人 咱們少開車 對吧 咱保證自己和別人的安全 何德而不為 好 我們可能給他 既定在女性司機上 實際上我們把這個女子 旁邊應該加一個子 我們今天聊的是好司機 當我們只要持著駕照 在馬路上行駛的時候 那一刻就要記住 我們遵守交通法規 同時遵守道路交通文明 好嗎 好嗎 ov靠近 飢餓